哈囉,大家好,我是律元大老師 我們現在要來處理那個可麗路非常複雜且麻煩的 潛的作業,就是剛剛有去融化那個蜜蠟 覺得如果沒有專門的設備啊 你用隔水加熱的方式融化蜜蠟真的花很長時間啊 然後這個就是已經融化好的蜜蠟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把它倒到這個大約5.5公分高的可麗路膜裡面 像這樣子,我們把它倒進去 差不多像這樣子 大約9分滿,9分滿 然後只要大概等個差不多20秒吧,非常快 它邊邊啊,會有一圈白白的 邊邊會有一圈白白的結蠟 邊邊會有一圈白白的結蠟 那結蠟好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出來啊 那我們的模型 我們的模型 蜂蠟的工作就是有完成了 像這樣子 倒出來 像這樣子,那我們就把它倒扣過來 這樣就是它的蜂蠟過程 我再做一顆給各位看 我真的很...不是很喜歡這道蜂 因為這真的相當辛苦啊 像這樣子把它倒進來 大約9分滿 9分滿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 其實如果我們動作比較熟練的話 應該是倒四顆啦 倒四顆之後就可以從第一顆 從第一顆開始倒回來 然後像這樣子大概15到20秒 15到20秒左右就可以把它倒出來 倒出來 然後倒扣放好 那這邊呢 有沒有看到 前面一個蜂蠟完成了 就會長這樣子啦 就會長這樣子啦 OK 我再示範一顆 像這樣子 大到9分滿 像這樣子 你要小心一點啦 因為這個一旦弄倒的話 我覺得 我媽應該會發飆啦 因為這超難清的 所以我們通常會準備好保鮮膜 在我們的容器上面 OK 然後 邊邊有一圈白白之後 就可以把它倒出來了 倒出來之後呢 倒扣在 盤子上面 我通常我盤子會用保鮮膜先準備好 保鮮膜先準備好 這樣我等一下清理會很方便 大概就這樣子了 這樣有聽懂 這樣有聽懂 就這樣會不會有用